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由于深度削减和低回收率 债权人们强烈要求该公司重新考虑 起6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条款 这一计划包括对债权人的平均削减率达到63% 部分债权人的损失甚至高达70副88%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股市的最新动态 受美国经济数据震惊影响 香港股市大幅下滑 恒生指数下跌1.6% 抹去了本周早些时候的账幅 这一波跌势也波及到其他亚洲主要市场 日本的日经255指数领跌 损失达到4.6% 最后我们关注台风莲花 对湖南省的严重影响 这场台风已经造成30人死亡 35人失踪并导致超过120万人受灾 由于持续的强降雨 湖南省的灾害应急响应级别 已经提升至第二高级别 以更好的协调救援工作 中国领导层已经下立相关部门 做好应急准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铃铛命都无 一些离岸债券持有人 尊促中国开发商远洋集团重新制定起 60亿美元债务重组计划 以赢得更多债券人的支持 帮助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克服其他敌对的法律行动 一个持有该公司超过25% 违约美元债券的 临时债券持有人小组拒绝了提议的重组计划 理由是对许多债券人施加了深度削减和低回收率 根据小组的内部分析 远洋集团的返款计划将对债券人平均削减63% 其中一些债券人可能面临70%到88%的损失 而银行债券人可能只面临34%的损失 远洋集团在去年9月违约时拥有19.2亿美元的银团和双边贷款 以及总计37.2亿美元的7批美元债券 累计债务约60亿美元债券持有人对回收率一感到不满 认为他们作为最大债券人应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远洋集团的还款计划包括发行22亿美元的新长期债券 和新强制性可转换债券及永久证券的组合 但暂时要人认为这些措施不足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迷南米都有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 逼房屋销售放缓而减少了土地购买 导致今年前7个月的土地购买量下降了38%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报告 远洋100大开发商在今年前7个月 共购买了4307亿元人民币约合59 6亿美元的土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8% 其中福建省厦门市的国有开发商建发集团 在此期间花费了279亿元人民币购买土地 国有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资金 这使得私营开发商难以赶上 分析师指出中央国有企业在今年成功发行的 房地产债据90%以上 这反映了他们在融资渠道上的优势 尽管中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支持开发商和低震购房者情绪 但新房价格已经连续13个月下降 专家认为未来土地交易趋势能否逆转 将取决于整体房地产市场环境的改善 Minamito香港股市因美国失业数据激增 和制造业萎缩引发了担忧而下滑 恒生指数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下跌 1.6%至1万7千023.59点 抹去了本周早些时候的所有涨幅 科技指数下跌1.8% 而上阵综合指数下跌0 白身指数的82个成员中除了5个外 其余全部下跌 汇丰银行下跌3 至65.75港元腾讯下跌0.9%至362.4港元 阿里巴巴下跌1.6%至76.25港元 携程网下跌2.9%至318 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下跌1.6%至223.2港元 同业理想汽车下跌1.4%至74.8港元 隔夜数据显示美国经济降温 每周失业申请接近一年高点 而制造业片买下降幅度超过预期 主要亚洲股市普遍下跌 日本日经255指数领跌 下跌4.6% 韩国KOSPI指数下跌2 7%澳大利亚SNTI SX200指数下跌2 恒生指数几乎抹去了所有涨幅 预计将连续第三周路的下跌 中国的持续通缩压力和北京不愿刺激经济的态度 也促使投资者减少了风险敞口 与此同时 本地开发商在香港置地报告上半年净亏损激增150%后大幅下跌 新世界发展下跌3.2%至7.03港元 接近历史低点 恒隆地产下跌2.3%至5.47港元 创下24年新低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需要防止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滑 适时降低利率并稳定房地产市场 以帮助提振疲软的国内需求 因为高出口增长 已无法再推动经济发展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 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人民币自年初以来面临贬值压力 以兑美元贬值超过2% 中国的出口在6月同比增长8.6% 但陆挺预计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5%以下 甚至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回归零陆挺指出 全球经济周期和贸易争端增加 是导致中国商品蓄产的原因之一 此外 美国共和党人已倡导在2024年总统继选中 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 陆挺还预计全球贸易失衡将继续 中国和美国将继续存在贸易不平衡 中国6月贸易顺差达到990.5亿美元 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为968亿美元 陆挺警告 如果人民币大幅或迅速贬值 不仅不利于解决贸易失衡 还会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国内需求的稳定 南华早报报道 在俄亥俄州的一次集会上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打破了党内对中国投资的传统立场 欢迎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 这一邀请反映了特朗普 从以往对电动汽车的严厉言辞中有所退去 特朗普曾表示 电动汽车会摧毁美国汽车工业 并称他将取消联邦对电动汽车的支持 但现在他对电动汽车持更灵活的态度 特朗普认为邀请中国公司在美国建厂 是避免廉价中国汽车涌入美国市场的替代方案 尽管特朗普的提议尚未完全成形 但这与全球对中国在电动汽车产业中 关键角色的日益认识相一致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的《降低通胀法案》 大幅扩展了电池和电动汽车税收 遗免以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 但中国公司仍可通过某些条件受益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中国汽车制造商 进入美国市场持怀疑态度 担心这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然而特朗普可能不需要 共和党立法者的支持就能鼓励这种投资 因为他在这类政策上对党内有很大影响力 南华早报报道 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敦促北京认识到 股票市场在为中国创新 筹集长期资金方面的积极作用 尽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易所 正处于持续下滑的状态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联平 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资本是股票市场的长期滴离 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直接融资 他强调现在关键是解决股票市场的问题 确保其繁荣并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为他们提供可持续和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 联平指出银行资金主要来自存款 保护存款人的利益非常重要 但这并不是支持科技企业的最佳解决方案 中国的股票市场正经历长期的动荡 近几周大幅下跌 一系列疲弱的经济数据 加剧了市场对复苏的担忧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曾呼吁关闭白股市场 认为中国正在回归计划经济 而不是市场导向的经济 陈志武的激进言论 随后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审查 明南米都自台风盖米登陆湖南省以来 已有30人死亡 并有35人失踪 此次灾害主要发生在资星市 受灾居民达11.8万人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严重影响了当地 台风盖米此前已在菲律宾和台湾肆虐 然后经过福建和江西 最终袭击湖南 影响超过120万人到周四中午 资星的受损道路和通信设施已修复 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新华社称前线救援力量正在紧张有序的工作 誓言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白风带来的暴雨淹没了该省超过150万亩农田 国家减灾委员会已将湖南的灾害应急响应级别 提升至第二高 以更好的协调救援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强已抵达视察 要求地方官员全力做好防洪和救灾工作 这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气象局预测 8月份可能还有2-3次台风袭击中国 影响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甚至可能北上长江流域带来更多灾害 粤金亚洲报道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 TIF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 签署了价值500亿美人6项谅解备忘录 这些协议涵盖了促进双向资本流动的合作领域 包括债务和补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 TIF的投资组合广泛 从早农场到跨国企业 沙特的2030愿景计划 旨在通过发展私营部门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中国在7月表示 愿意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绿色发展 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 欢迎沙特公司包括主权财富基金 和石油巨头阿美公司 继续在中国扎根 《月经亚洲报道》 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 TIF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 签署了价值500亿美元的6项量解备忘录 最新协议涵盖了促进双向资本流动的合作领域 包括债务和股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 TIF的投资组合广泛 从早农场到跨国企业 沙特的2030愿景计划 旨在通过发展私营部门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中国在7月表示 愿意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绿色发展 和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 欢迎沙特公司包括主权财富基金 和石油巨头阿美公司继续在中国扎根 南华早报中国网络安全公司 360安全科技帮助北京 揭露了54个境外的国家级黑客组织 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和国家安全局ANAS的间谍行动 该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周鸿一 在中三的互联网安全与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 他们发现这些针对中国的黑客计划 已经存在超过10年 这是该公司遭到美国制裁的主要原因 360安全科技前身为奇虎360 曾于2011年至2016年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周鸿一曾于2004年至2005年 担任雅虎中国的首席执行官 还将自己塑造成中国互联网的爱国代表 上个月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Cloudstrike 引发了全球技术中断事件后 周鸿一声称 其公司的产品比外国产品更可靠 稳定、全面和智能 在提到公司对国家网络安全的贡献时 周鸿一感谢中国消费者 忍受其服务中的展出广告 因为观看这些广告实际上 是在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做贡献 中国外交部对周鸿一的最新言论 没有直接评论 但引用了早前360的报告 称中国在黑客案件中是受害者 美国商务部予于20年 将360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 指控其帮助中国监视新疆的穆斯林 使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 2022年 美国国防部将其列入 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名单 2020年360发布了一份报告 正CI黑客花费超过10年的时间 侵入了中国的航空和能源部门 科研机构 互联网公司和政府机构 他还帮助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 在2023年识别安兰三年识别安兰斯特工 并发现针对中国一所大学的间谍软件 在周三的讲话中 周鸿一表示 他在2020年3月参加IT安全会议时 不得不缩短美国之行 因为存在未知名的风险 两个月后 他的公司遭到制裁 然而今年4月 周鸿一亲自参加了 在美国举行的哈佛大学中国论坛 并未发生任何事件 并据报道 这家网络安全公司 也在试图在人工智能 i领域站稳脚跟 周鸿一表示 他将免费提供360的行业 专用大型语言模型 LALALANEMMA 以应对日益激烈的价格战 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 将免费向个人用户 以及中小企业 提供其安全行业i模型 以让LLN走下神坛 该安全专用 i模型是该公司推出的 几个LLN之一 还包括通用的360智脑模型 LLN领事支撑神社i应用程序 如ChatGTT的技术 i为网络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因为它必然会成为构建攻击软件 撰写网络钓鱼邮件和建立假网站的工具 我们需要利用i来解决i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 传统的安全方法将不再有效 因为i比我们的传统软件更智能 在中国深城市i竞赛中 玩过字节跳动 摆动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控股在内的科技巨头 大幅削减了其LLN服务的价格 而360的这一举措正是在市场价格战中做出的 阿里巴巴都有南华早报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eakfast 抗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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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